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对明年的甲午年的运势来做一些分析 那明年为甲午年 马年生的还有属老鼠的 这两个人逢到太岁 属马的是坐太岁 属老鼠的是犯太岁 那在健康运上面呢 其中这两个年出生的 这两个属性出生的 年甲氏 丙 雾 人 年出生的朋友呢 特别容易发生交通意外 情绪上比较容易冲动 尤其这中间呢 尤其是在农历四月和十月出生的朋友呢 更要特别小心有雪光之灾 那所以就请各位观众朋友特别注意 以下就对各个生肖就明年的运势来做 个别的分析 首先我们在健康的部分 属猴年的朋友呢 57年次与81年次生的朋友呢 必须要特别注意交通意外 在其中呢 尤其是四月与十月出生的 更要特别注意谨慎 身体方面要注意消化系统 切记暴饮暴食 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说可乐啊 咖啡啊 尽量要避免 命理上面来说的话 某些人特别是在大肠部分比较 因为节气的关系 或者是身体的遗传 或者在过伤上面来说 比较容易湿或者比较容易干 这种情况的话就比较容易拉肚子变命 那这个在日常生活中要比较多 比较怎么那个呢 这两个其实可以一起去解决啦 就是说 多吃一些纤纹纤维质高的食物 去刮肠壁 因为有高纤维 纤维它会去跟在乳动的时候 它会把附着在肠壁上面的一些累积的食物 去一把推移下去 那我们也常讲说中医会讲说 吃一些蔬果啦 香蕉啦 这个部分 都会能够减缓 那避免这种病变的产生 属肌的朋友呢 在明年呢 要特别注意 有58年次与46年次的女性朋友 要特别注意妇女方面的疾病 那一般来说 痛风与密钥系统 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刚刚讲到妇女方面疾病呢 比如说在四十几岁 到五十几岁 几乎要停经的 或者是跟念前的那种情况呢 多半可能妇女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卵巢 比如说乳房 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部分也要时时刻注意 这都属于妇女方面的疾病 再来是属狗的 属狗年生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腰部方面的问题 如肝肾脊椎 尤其是83年出生的朋友 比较注意有意外的情况产生 接下来是属猪的朋友 猪年60年次与48年次的朋友呢 比较会有神经痛肩颈方面的问题 必须要特别注意 那以上呢 这就是对十二生肖各个观众朋友呢 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分析